今年新疆新梅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 新梅刚成熟 当地就一边采收一边加工 在新疆一宁 当地建起了新疆最大的新梅智能分选线 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和标准 把它们细分成鲜石 炙干 炙酱等不同用途的29个等级 在这个风简线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有很多个摄像头 它可以对风简线上的每一颗新梅 从不同的角度抓取和拍摄30张的照片 来判断它的大小 品质 颜色和形状等等进行一个风选 通过优化种植技术 加快保鲜库 冷链物流 智能供应链建设等一系列举措 当地新梅销售期由以往的20天左右延长到了6个月左右 实现了分批上市 错峰销售 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